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管制药品之管理 依本条例之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 依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卫生主管机关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管制药品 指下列药品 一 成隐性麻醉药品 二 影响精神药品 三 其他认为有加强管理必要之药品 前项管制药品限供医药及科学上之需用 一 其习惯性 依赖性 滥用性及社会危害性之程度 分四级管理 其分级及品项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设置管制药品审议委员会审议后 报请行政院核定公告 并刊登政府公报 第四条 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之输入 输出 制造及贩卖 应由行政院为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 以下称食品药物局 支制药工厂为之 前项制药工厂得以公司方式设置 其设置另以法律定之 第二章 使用极条剂 第五条 管制药品之使用 除医师 牙医师 兽医师 兽医所或医药教育研究试验人员外 不得为之 兽医所使用管制药品 已符合兽医师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者为限 第六条 医师 牙医师 兽医师及兽医所非为正当医疗之目的 不得使用管制药品 医药教育研究试验人员非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准之正当教育研究试验 不得使用管制药品 第七条 医师 牙医师 兽医师或兽医所非领有食品药物局 和发之管制药品使用执照 不得使用第一级至第三级管制药品或开立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前项使用执照灯载事项变更时 应自四时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 项食品药物局办理变更登记 第一项使用执照医师或损毁时 应向食品药物局申请补发或换发 第一项使用执照之何发 变更登记 补发 换发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八条 医师 牙医师使用第一级至第三级管制药品 应开立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寿医师 寿医所使用管制药品 其诊疗记录应记载四主之姓名 住址 动物种类名称 体重 诊疗日期 发病情形 诊断结果 治疗情形 管制药品品名 药量及用法 第一项管制药品之范围及其专用处方间之格式 内容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订定公告 并刊登政府公报 第九条 管制药品之调剂 除医师 牙医师 药师或药剂生外 不得为之 药剂生得调剂之管制药品 不含麻醉药品 医师 牙医师调剂管制药品 医药师法第102条之规定 第10条 医师 牙医师 药师或药剂生调剂 第一级至第三级管制药品 非医医师 牙医师开立之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不得为之 前项管制药品 应有领受人凭身份证明签名领受 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以调剂一次为限 第11条 供应行管制药品成分属医师 药师 药剂生指示药品者 应将领受人之姓名 住址 所够品量 供应日期 详实登录布册 但医疗机构已登载于病例者 不在此线 第12条 医疗机构未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准 不得使用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 从事管制药品成瘾 以下减称药引 治疗业务 第13条 为医药及科学研究之目的 食品药物局得使用经司法机关 没收之毒品 第三章输入 输出 制造及贩卖 第14条 医疗机构 药局 医药教育研究试验机构 受医诊疗机构 畜目受医机构 西药制造业 动物用药品制造业 西药贩卖业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使用或经营管制药品 应治管制药品管理人管理之 管制药品管理人之资格 除医疗机构 药局应指定医师 牙医师或药师担任外 其余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医疗机构 药局购用之管制药品 不含麻醉药品者 得指定要寄生担任管制药品管理人 第15条 有下列情形之医者 不得充任管制药品管理人 以充任者 解任之 一 违反管制药品相关法律 受刑之宣告 经执行完毕未满三年者 二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或药饮者 第16条 管制药品之输入 输出 制造 贩卖 购买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第四条 第一项 锁定之制药工厂 得办理第一级 第二级 管制药品之输入 输出 制造 贩卖 二 四 医疗 医疗机构 药局 售医 诊疗机构 序目 售医 机构 医药教育研究 试验机构得购买管制药品 前项机构 货业者 应向食品药物局申请核准登记 取得管制药品登记证 前项登记事项变更时 应自四时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食品药物局办理变更登记 管制药品登记证不得介于 转让他人 第二项 登记证之核发 变更登记 补发 换发 撤销 废纸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 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之需要数量 每年由食品药物局预为估计 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报 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八条 食品药物局应按月将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之收支 情形及现存品量 晨报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每年公告一次 并刊登政府公报 第十九条 第四条 第一项锁定之至药工厂输入 输出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 应向食品药物局申请和发评照 前项输入 输出口案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定之 第二十条 第三级 第四级管制药品之输入 输出及制造 除医药师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取得许可证外 应逐批向食品药物局申请和发同意书 但因特殊需要 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许可者 不在此线 第二十一条 管制药品之贩卖 应将购买人及其机构 团体之名称 负责人姓名 管制药品登记证字号 锁购品量及贩卖日期 详实登录布册 连同购买人签名之单据保存之 第二十二条 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之申购 食品药物局得限量和配 其限量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三条 在国内运输第一级 第二级管制药品 应向食品药物局申请和发评照 使得为之 但持有当地卫生主管机关证明 违半理该药品销毁作业而运输者 不在此线 第二十四条 管制药品应置于业务处所保管 其属第一级至第三级管制药品者 并应专设橱柜 夹锁除肠 第二十五条 管制药品之标签 应以中文载明管制级别 警语及足以警惕之图案或颜色 其属麻醉药品者 并应以中文标示麻醉药品标志 前项管制级别及麻醉药品标志之式样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章 管制 第二十六条 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销毁管制药品 应申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核准后 会同该卫生主管机关为之 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调剂 使用后之参与管制药品 应由其管制药品管理人会同有关人员销毁 并制作记录被查 第二十七条 管制药品减损时 管制药品管理人应立即报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查核 并自减损之日起七日内 将减损药品品量减同当地卫生主管机关证明文件 向食品药物局申报 其全部或一部经查获实 一同 前项管制药品减损涉及遗失或失窃等刑事案件 应提出向当地警察机关报案之证明文件 第二十八条 零有管制药品登记证者应于业务处所设置不测 详实登载管制药品每日支收支 销毁 减损集结存情形 前项灯在情形 应依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规定知其限及方式 定期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及食品药物局申报 第29条 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 其开业执照 许可执照 许可证等设立许可文件或管制药品登记证受撤销 废止或停业处分时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1.自受处分之日起15日内 将管制药品收支 销毁 减损及截存情形 分别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及食品药物局申报 2.不测 单据疾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由原负责人保管 3.受撤销或废止处分者 其结存之管制药品 应自第一款锁定申报之日起60日内转让与其他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 并在分别报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及食品药物局查核 或报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会同销毁后 报请食品药物局查核 4.受停业处分者 其结存之管制药品 得依前款规定办理或自行保管 3.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 其申请歇业或停业时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1.将管制药品收支 销毁 减损及结存情形 分别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及食品药物局申报 2.申请歇业者 应将结存之管制药品转让与其他领友管制药品登记证者 并报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查核无误 或报请当地卫生主管机关会同销毁后 使得办理歇业登记 3.申请停业者 其结存之管制药品 得依前款规定办理或自行保管 3.当地卫生主管机关于核准歇业或停业或受理前向第一款支申报后 应紧速转报食品药物局 第31条 第一集 第二集管制药品不得借贷 转让 但依前2条规定转让者 不在此线 第32条 本条力所规定之不册 单据及管制药品专用处方间 均应保存5年 第三十三条,卫生主管机关及食品药物局,必要时得派源集合管制药品之输入、输出、制造、贩卖、购买、使用、调剂及管理情形,并得出具单具抽验其药品,受检者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但抽验数量,以足供检验之用者为限。 第三十四条,各级政府及有关机关应编列预算,宣导管制药品滥用之危害及相关法令,并得违请公益团体协助办理。 各级卫生主管机关或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指定之医疗机构、精神附建机构或相关公益团体,得成立管制药品防治咨询单位,接受民众咨询。 第三十四之一条,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为侦测管制药品滥用情形及办理预警宣导,应建立监视及预警通报系统,对于医疗、市、与其他相关机构、团体及人员通报滥用个案者,并得予以奖励,其通报对象、内容、程序及相关奖励措施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五条,各级卫生主管机关及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指定之医疗机构、精神附建机构,得是需要至专人办理药引防治咨询服务。 第三十六条,医师,牙医师,药师,药剂生,受医师及受医佐违反本条例规定受罚还处分者,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得是其情节轻重,自处分之日起,停止其处方,使用或调剂管制药品六个月至二年。 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经起诉者,自起诉之日起,暂停其处方,使用或调剂管制药品,其经无罪判决确定者,得申请恢复之。 第五章,罚则 第三十七条,违反第五条,第九条规定,或非第四条第一项支制药工厂输入、输出、制造、贩卖第一级,第二级管制药品者,除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储例外,储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还。 第三十八条,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者,其管制药品管理人亦处以前项支罚还。 第三十九条,为依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而输入、输出、制造、贩卖、购买第三级、第四级管制药品,或违反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或第三十二条规定,或受检者违反第三十三条规定或违反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一、第三十六条所为之处分者,储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还。 受检者违反第三十三条、受检者违反第三十三条规定者,并得予以强制检查。 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或第三十二条规定者,其管制药品管理人亦处以前项之罚还。 违反第六条、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二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违反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一、第三十六条所为之处分者,其所属机构或负责人亦处以第一项之罚还。 违反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或第十二条规定者,除以第一项规定处罚外,其情节重大者,并得由缘合发证书、执照机关废止其管制药品登记证、医师证书、牙医师证书、 受医所证书或管制药品使用执照。 第四十条、卫一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制管制药品管理人,或卫一第七条第二项、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违反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或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者, 处心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者,其管制药品管理人亦处以前项之罚还。 违反第十条第二项或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者,其所属机构或负责人亦处以第一项之罚还。 第四十一条,删除。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锁定之罚还,由直辖市或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处罚之。 但违反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项至第四项,第二十条或第二十三条规定,或违反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依第三十六条所为之处分者,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处罚之。 海关查获违反本条例有关输入、输出规定案件,除以海关砌丝条例论处外,并通知卫生主管机关处理。 第四十二之一条,食品药物局一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核发管制药品使用执照,管制药品登记证,得收取费用,其费额,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章,负责。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四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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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